那么近几年来澳中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网栏日移密切 两国间的经济交往 技术合作和贸易网栏在不断的发展当中 日前的天津海泰控股集团的代表们 在悉尼对天津滨海高新区澳大利亚馆的合作发展进行了考察 下面请个报道 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澳大利亚馆发展组的代表们 在悉尼与澳中财富集团进行了项目研究考察 滨海高新区是由科技部和天津市共建 作为天津新技术产业区的拓展区 它将突出在高端尖端和新一代生物工程 能源环保等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方面的发展 按照滨海高新区的总体规划 建成后的滨海高新区将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研发基地 和高端人才的积极地 澳中财富集团该项目负责人泰德表示 天津滨海高新区将成为连接澳中高新技术产业的 桥梁和纽带 所以我们试图人们 中国和澳大利亚与中国和澳大利亚 带他们回到中国 和提供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環境 他们正常用到 和发展新公司在那种程度 我们通过建立这样的澳美科技园 能够把这些好的技术引到我们天津 引到天津边海高新区 从而促进我们这个区域的发展 这里是凤凰卫视环球直播室悉尼地站 我是杨海英 在悉尼祝您身体健康和家欢乐 See you next week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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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